近日某知名女星疑似代孕的消息冲上热搜 代孕话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代孕合法吗 代孕弃养是否构成犯罪 在国外代孕有怎样的隐患和法律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四川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知名法律博主郭小明 代孕在我们国家是不合法的 人类辅助升职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盒子培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那么违法代孕的人是否会承担法律责任 郭小明表示 违法代孕主要处罚医疗机构 目前对于要求实施代孕的人 还没有具体的责任规定 人类辅助升职技术管理办法中 对违法代孕的法律责任 是警告三万元以下罚款 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而且处罚的是医疗机构 对于要求实施代孕的人 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找不到处罚的依据 也就是说 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 在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 只能处罚医疗机构 而不会处罚要求代孕的人 郭小明介绍 虽然一般的非法代孕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代孕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犯罪 比如代孕弃养 如果情节严重 则可能会涉嫌遗弃罪 代孕可能会引发一些犯罪 比如遗弃罪 非法行医罪等 代孕出来的孩子 父母如果不抚养 情节严重的 可能涉嫌遗弃罪 最高能判五年 所以在国内代孕 个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责任 主要是对孩子的抚养问题 包括抚养权 抚养费的民事法律问题 和遗弃罪等刑事责任问题 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有所不同 代孕虽然在中国不合法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 比如美国的部分地区是合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 要根据孩子及其父母的国籍 来区分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如果孩子是美国国籍 那么中国国籍的父母不抚养孩子 能否构成遗弃罪 或者其他违法犯罪 需要看美国的法律怎么规定 如果孩子是中国国籍 同样是中国国籍的父母不抚养孩子 就可以适用中国法律 在现实中 代孕也触及不少女性权益保护的问题 郭晓明表示 关于代孕既要保障 不能生育的群体的权益 又要防范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这考验立法技术更考验人性